澳窗斜线www.libertytimes.com.twu斜线2005斜线new斜线january斜线1 记者洪诚洪高线报导 高雄县大树乡明远北极电展开108天罗天大教 信徒依神明旨意制作高萨六尺直径三尺二约五六层楼高的巨鱼霸箱柱 造价400面万元大小造价在台湾绝无仅有 箱柱还得多次测试让他刚好可焚烧108天 信徒声称这应是台湾最大箱柱 大树香河山村明远北极电念八日起展开 假声年108天罗天大教 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处立在广场的巨鲁霸箱柱 妙方特地兴建铁皮屋保护香火不息 明远北极电负责人魏瑞汉表示 他们是根据奉寺的玄天上帝指示 举办罗天大教为地方消灾解恶 二年前即开始筹划制作可焚烧108天的箱柱 北极电管委会曾试图委托置箱柱制作 不过因工程浩大 加上的控制箱火刚好焚烧108天 因此没有人愿意承接 最后由信徒黄金波无江中自告奋勇 黄金波说他和魅序渔江中都没有制作相助的经验 过程中完全凭着灵感 不仅的考量相助高度直径 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焚烧速度 因此相助密度相当重要的拿捏准确 他们也是边做边修改 历经八个月才大功告成 除铁皮屋遮风挡雨外 北极电管委会洒于明委员的轮番宴四小时守候 确保香火不息 相助每天焚烧约10公分 预计三月底焚烧见底 古代建教可分宫廷建教及百姓建教 宫廷举办的最为隆重 如由帝王举办的罗天大教 鹿尔门天后宫廷举办的罗天大教 一九八四年农历十月正值甲子年 双春 润十月 晓阳春 双雨水 鹿尔门天后宫 花祖奉天成运 掌握天时 地利 人和之良机 于十月初十子时起故 开罗宣誓七七四十九天的罗天大教正式开始 直至论十月二十八日子时开昆 举行十一万二千盆以上的大幅度 是为海峡两岸自唐太宗以来首次的民间百姓 罗天大教 圣典 这是历史上有记载以来的第三次罗天大教 第一次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三年律兵出征凯旋归来 为感谢天地 超渡阵亡战士 乃决意修建罗天大教 却因金颤富足 遂派圣僧玄藏前往印度取经 至征观十九年 西元六四五年 玄藏取经回长安时期建罗天大教 第二次于明家境三十四年 西元一五五五年 由宰相主持修建罗天大教 传闻宋仁宗十一曾举行过一次 第三次的罗天大教传说天意主由民间百姓起建 而台湾是中国历史上真正人民做主的国度 台南是又是台湾文化古迹的重镇 陆尔门则是台郡咽喉 俯成天险 是正成功的登陆地 是改变台湾历史与台湾人命运的关键地点 并由引领郑王 铸一潮水 而得以登陆 打败当时西方列强的荷兰人之天上圣母 陆尔门妈 传达上天意旨伴领罗天大教 实属天时 地利 人和之圣事 圣和之士分子 所强调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当时的罗天大教的科医顺序是 第一次举办金禄谢恩齐安邦教 古朝 知御皇上帝教 自农历十月十日至十四日一共五天 普渡一次 第二次举办金禄三元将福邦教 古朝 知三元三界教 普渡一次 第三次金禄郎迎齐安保靖福教 三朝 知火教 第四次金禄郎灾齐安福教 古朝 知王教 普渡一次 第五次金禄九皇里斗消灾岩寿教 九朝 知九皇里斗教 普渡一次 第六次金禄殿安福海清教 古朝 知水教 普渡一次 接着举行黄露超渡大斗 古朝 知地府超渡 以及御露血湖大斗 古朝 知血教 各普渡一次 第七次 第七次是齐安清教 七朝 最后则是论十月二十八日的开昏大普渡 此一罗天大教圣典可说是总集成当前台湾道教庙与各类各式白白 普渡 赏兵 做教之科以语典范 由其可贵的是一切仪式 道场 布置 音乐 舞蹈 人员礼服等 均遵循鼓礼及尽考究 奠定了日后穆尔门天后宫文化祭之一点基础 根据当时罗天大教旗牌官潘丰元说 大普渡的祭品数量必须要十一万盆以上 那是祿尔门妈转达上天一旨 不能责怪鸡同或桌头狮子大开口 巧合的事情排官传令下来以后数日 安南区区长向苏南城市长报告说 该区的户口数正好是十一万二千多人 意味着浮沉草地再穷也要美人准备一盆祭品来普渡十方鬼魂 以后安南区才能飞黄藤达 为密苏市长不用伤脑筋云云 而当时竟然也有人提供一百二十支甘蔗 一千二百金重大珠宫 一万金百女等等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很多无巧不成书的玄奇奥妙与神迹 都曾显示在各次教祭之时 令当时的苏市长泽泽称奇 当然最重要的是 因为担任罗天大教总主会的苏市长 与主持万名工商祈福法会的陈荣胜 事后都关于亨通 而今法妃领选出来的七大柱三十五会手 等理官 日后一法洗圆满 津津乐道于如此五百年 难得遇上一次的功德 该次罗天大教的组织架构与领续盖位 总主会下设七大柱三十五会手 主要指手分位大大主会 大主室 大主教 大主坛 大主谈 大主谷 大主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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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灯手 与其牌手 与其牌手等 大教之起教按御坛发表 今路起白 皆其依序进行 日刻则每日二度转经理颤 朝拜万灵 早晨起鼓 午时现供 临婉闹听奏乐 遵守不渝 自十月十日至论十月十一日 分行其寿 攘哉 盗王 杜鬼之经 黄 玉路各科已离续 罗天大教之源 王 教 则于一九八七年丁宝年十月十日盛大举行 与前相同组织架构 循分登 初启 重启 竞表 领宝万灵神登 经路正教之教续进行 一切人事中规中矩 即为考究 总观罗天大教及其原教 台湾宗教届史无前例 堪位台湾大型教会之规高 民国六十九年农历二月二日起 观地庙举行七七四十九天的罗天大教 齐安庆成 增幅纳祥 教典由四汉六十四代张天师主持 市长王 玉宇担任主继官 何应清将军应邀剪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监立